其實不太一樣 下面那個為什麼那個什麼磨磨磨 就是讓大家瞄 等一下你們看一下 那底下它有順序 一二三一 等下按照順序瞄那個假名 這個叫比型假名 比型假名它的筆畫都這樣圓圓的 圓圓的 圓圓 就是它有三個元素 點 線 彎曲 曲線 就是曲線 還有點 還有那個直線 這三個元素 所以會看到很多圓圓圓的曲線 這叫比型假 那後面那個我就是印的很模糊 不過這個基本上數字都還看得到 後面就很簡單 那個叫片甲 片甲名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不是有三張錶嗎 另外一種寫法也是當然就是三張錶 就是片甲 片甲名它就比較像中文的某一個固朽 就是我們砍書 我們現在就是用砍書 我們現在現代文的就是用砍書 就是比較工整的那種寫法 這個底下那個片甲名就比較像 那個中文的某一個部首 或是某一個部份 不一定是不同 所以 所以平甲名會比較好寫 就是比較像 像在寫中文 中文的某一個部分 那平甲名就比較難 為什麼 因為平甲名它就是 它就是把我們那個 把那個字 把它寫完 所以它那個曲線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字好像比較不好寫 而且它就是那種草書的原理 那草書的原理 草書就是那個把它寫 寫的時候是比較那個 就是比較 你寫起來 所以我沒有寫過草書 反正就是 就是顧名思義嘛 就是它寫起來就是比較 就是你那個 比較隨意一點 可是它其實是有張榜的 你不是亂寫的 所以為什麼沒有一二三 是有變 單面的給我 不要啦 單面的好像有的好像 都幹嘛印到單面 你們注意看 你都好像有什麼反面 你要拿雙面的 雙面才有變甲名 就有平甲跟麵甲 就有兩面 所以你們就體驗一下 先講平甲名 今天就先來讓大家體驗一下 那因為寫是比較難 可是我覺得至少說 你們先體驗一下 什麼叫平甲平甲都改名 就讓我因為有大寫小寫 小寫 好 那我們先來看 看這個檔案 就是 好 這個是我們先看英語表 就是那個 第一個 總共有三個表 第一個表 那是最基礎的寫法 我們來看它怎麼寫 其實你們看到 按照順序寫 其實就沒有問題了 我這邊是有那個 它有寫法 我先給大家看的 就是前面給大家看的 它的寫法比較像 上面那個寫法 你會發現有很多種寫法 比較常看到就是 像電腦裡面 或是說 你們很常看到就是這種 它寫的比較長 就是它那個寫起來比較 比較那個 比較像那個 像畫畫一樣 比較隨意這樣子 它比方很多圓圓的曲線 那 拼甲名 拼甲名就比較好寫 所以這個叫拼甲名 我們就先從拼甲名開始寫起 好 拼甲名 你們要 來 好 那個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字鐵 字鐵 你就按照那個 我上面其實有幫你們編 其實這個字鐵 你知道從哪邊來的嗎 這個底下那個字鐵 其實是那個 日本小朋友 他剛學獎的時候用的 我在網路上抓到 我發現說 剛學人大家來玩一玩這樣子 就玩一玩 那個拼甲名是怎麼寫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 就是你們從右邊開始寫 右邊 拼甲名 右邊 右邊從上寫到下 對啊 好 就那個 我們上面的寫法比較 我們上面寫法 就是我這前面的答案 是 是上面的那種寫法 那我發現底下 其實有一點點寫法 有 很 很少部分是不太一樣 等下我再講 大部分都一樣 所以你就按 看看上面 然後 底下還有邊 就按照邊寫 它有數據 你要拿 字鐵嗎 有 這邊有 自己拿 那個是桌子園 好 這個 第一個字 這個第一個字 就是 我寫中碼編 還是複習一下 就是這個表 現在要給大家寫的是這個表 好 我們在複習完 你們就來寫好不好 先 還是簡單複習一下 就是上禮拜給你們看那張表 這個表 好 那因為它編排 有時候它是從左寫到右 有的是 從右寫到左 像這個 我們這個表 因為它編排比較方便 是從左 是 是 左寫到右 那我們現在 這邊看到傳統是 右到左 好 可以我們來先複習一下 好了 這羅馬編也順便複習一下 這是上禮拜 有教大家 最基礎部分 就是這個 第一 英章表 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這個是從左寫到右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習慣的看一下這個 英文 這英文 它唸起來 它唸法 它有一個 固定的唸法 那我注音 就是檔案上有注音 我好像還沒上傳 我記得把它上傳 你就可以在網路上去看 我們就用 我們中文的註音 都 註音符號做得出來 好 我們來大家習慣一下 看到A就要唸A 對不對 A要唸E 就是U要唸U ABC的E要唸A 然後最後一個O一樣 我們來呼吸一下 A-E-U-A-O A-E-U-A-O 那剛剛給大家的字帖 它是從 它也是上到下 也是它從右邊排到左邊 再來第二行是K開頭 一身上五個母音 所以要唸K要唸K 跟K要唸K 來複習是Ka-Ki-Ku-Ka-Ko 所以等一下是從右邊來左 第三行比較要注意的是 是中間的 是U-Hu-I的地方 稍微注意一下 來 Z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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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 這個日文唸起來會比較正確 第三號就會很明顯 たちつてと 所以學日文就不能講說 たちつてと 這樣就不對 つ嘴巴就太遠 不能太遠 那這裡要拿很明顯 所以念的時候要注意 其他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就聽起來不會那麼明顯 其他就隨便拿點 なにるねの 再來H開頭 はひつてと 就念7點就好 再來M開頭 まみるねの Y課也是念や やりょうよ さよらら的you就是這個you ら 注意不要捲舌 らりるねの 就らら對 中文就注意符號的了 不要唸ろろ 不要這樣唸 最後要來わお わお 好 這個剛剛是直的對不對 我們今天唸橫的 好 這是A結尾的 這個總共有10個字 A結尾 A不要唸あ 所以他每個最後結尾 結束的位置都是一樣 我們來複習 先來A結尾的 あかさたな あかさたな 那你有沒有說A啊 就A結尾 後面有個 たまやらわ たまやらわ 一國進階式的 Aかさたな